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 毛皮跟塑膠棒互相摩擦 那這個絲絹跟玻璃棒互相摩擦 那麼他問下類何者不會相信 我們看毛皮跟塑膠棒摩擦的話 這個塑膠棒的陰電性比較強 所以他會把毛皮上面的 電子把它抓過來 所以塑膠棒他會帶附電 毛皮他會帶附電 摩擦過以後 好那絲絹跟玻璃棒的話 絲絹他的陰電性比較強 所以他會把玻璃棒的電子把它抓過來 所以絲絹他會帶附電 玻璃棒也帶附電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說何者不會相吸 毛皮跟塑菌不會相吸 毛皮跟玻璃棒不會相吸 會互相排斥 塑膠棒跟塑菌會互相排斥 我們看看A選項 他說毛皮跟塑膠棒 毛皮的話 跟塑膠棒當然會吸引 因為他是互相摩擦 摩擦完以後的話 一個帶附電一個帶附電 這個他是一定是互相吸引 絲絹跟玻璃棒 他一定互相吸引 因為他們是兩個摩擦完以後把它分離 一個帶附電一個帶附電 這個會 互相吸引 所以A跟B都是不對的 不會互相排斥 毛皮跟塑菌 毛皮跟塑菌也會互相吸引 一個帶附電 一個帶附電 再看D D的話 塑菌跟玻璃棒 沒有 塑菌跟塑膠棒 塑菌跟塑膠棒 他是都帶附電 所以會互相排斥 不會互相吸引 所以答案的話 他應該要選D 至於說 什麼東西 摩擦什麼東西 哪個會帶附電 哪個會帶附電 那這個東西當然要把它記起來 因為你也不曉得 到底是哪一個陰電性比較強 像這個的話 都是要把它記起來 所以這題答案是D